大家好,繼續打祝國祖年 年初三,大家應該繼續在拜年修禮事 開開心心 其實中國新年的習慣,除了鬥禮事 起興的日子,也會燒炮獎、武龍武獅 這些是歷來的習慣 我們今天不說太多廢話,馬上可以給大家看看 LET'S GO! 我們會去奧美港都可以嗎? 各位 都挺恐怖的,如果你駕車馬路看到有這樣的東西 看完大家有什麼感想 首先,這些基本上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正常,以前的年代就有些黑社會 即是社團那些 要不就在店鋪面前走進去 大吉大利的修禮事 簡單來說,就是修陀地 不用想太複雜 有些是會 勾盤吉地走進店鋪 就要你收錢 當然你可以不給 情況就像你不給保護費一樣 有什麼下場 但是 你看這兩條影片 這條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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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像大陸婆子拿著輝春 在街市那裡派 或者要收禮事 其實這期跟威脅勒索 跟黑社會沒有分別 說真的,可以報警抓他吧 而且說真的 如果你是武龍武師 你都可以扑你去街上 看別人笑到 有什麼穿這種衣服 我真是新庭 我也是第一次見人這樣 是武師 真的武龍武師 一隻穿光 我也是第一次見人 因為以我所知 你武龍最少都要兩個人 一個奔頭一個奔尾 很基本 這件事我幼稚園都做過 但我真的沒想過 一條人可以扮成一條龍 就這樣就算了 糟糕 你可不可以Cosplay嗎 大哥,可不可以過份 然後有一條人 拿個羅 但你武龍 真的武師 就像太古之達人那種鼓 你這些什麼鼓 你打羅奸 那些打羅奸 那些港師 那些港師 那些港師人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那些僵師 我想說 你老媽用羅 因為有什麼三奸 小心山火 就是小心夜奸 你老媽哪有人 用這些羅 是否我會有 你老媽 真的 真的 然後 這條片 你見到他在旺角 去旺角的麻雀罐 收禮事 大哥 這些不是大陸人 是什麼 混蛋 香港人 誰都知道 香港人 誰都知道麻雀罐 是誰負責經營 不是 那些十幾K 就是那些 新叮噹的 多拉希夢 誰都知道 去麻雀罐 收保護費 你沒什麼事 你欺負大了嗎 這些是不是瘋狂 我這兩個人 算幸運 如果我是那個 看場的 拍車仔 我真的 我真的 我跟這兩個人 你行 你行 你們是不是收禮事 我現在跟他們說 喂 外面有人收禮事 我 立即 一堆人衝出來 混蛋 瘋狂 還要這麼兇 真的 笑好 還是打理好 這兩個人 事後 轉戰很多地方 影片 一個是旺角 一個是 好像是香港 最後我們就搭地鐵 搭地鐵 又過了這個廟街 向那些廟街 其實廟街 也有人看 這些內地專才 你擺檔 那些 你查清楚 你在別人的地頭 擺檔 有沒有問過人 你在別人的地頭 武龍武師 修禮史 那些什麼 廟街位 那些 去了哪 誰看 我真的想問你 廟街是誰看的 容許這些人 在這個場地 修陀地 沒什麼 一刻社會 怎麼做事 我真的想問 只要一口笑 短短的大家笑 今天的影片 來到先 繼續和大家 新年快樂 拜拜